作為俗漢頂盛時期的靈魂人物,劉備的生命安償,對國家來越是這關重要的,有多少人來保護他,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,而且能跟在劉備身邊的人。 沒有一個不是勞毅高強,而且的,他還能在劉備遇到危險上,但一時間選擇用自己的生命足起成長,保衛劉備的安償,但也有一些危險是劉備不得不慎自去面對的。 比如當年東武舉行的,這就是在後形成的頂立局面,由於這這戰役,雖流聯軍也有了合作,從這場戰役中,獲得最多利益的是劉備,卡契去了京州的一半,而且其國內的軍事力量,以一種非常誇張的速度增長,這種成長略感到有些驚慌,而且劉備當時正為巴叔爭得一塊土地。 如果月讓劉備得到這塊土地,要是兩國開戰,自己在這塊土地上,就不配占多少別人,而且當時的大將軍,其實是對劉備肯有成見的。 兩個人就這樣一合一合,決定要做什麼事,就不能讓劉備這樣安安靜靜地活著,正好當時劉備的金夫人也掛了。 他們假著這這機會想要結婚,孫權表示願意取劉備來妻,他的妹妹孫上坑,就你來不來。 當社劉備集團得到消息就知道,這是一場紅紅燕,這兩個人看你來都不好啊, 假如越去了,那我自己的生命安卓就成了問題,實了自己他人是不敢的, 但把自己的人身自由急他人下製了,或是全是做得出來,這樣逐國就會出現一片混亂, 誰知道故出閘摩羅子,如果不去就是不給滅者,這種有好的局面就要打破了, 他和諸葛亮想了,想全是去罷。 大局為做雅,想知道劉關將這三個人,都信得上是兄弟一般的關係, 為什麼劉備不和兩我兄弟一起走過? 而子和志雲一起走呢?理由如下,第一,當社和兩我人都有守成的任務, 那時赤壁之戰剛剛結束,國家需要復甦,尤其是一些重要城市, 必須好好整頓,當時關羽已經在荊州坐鎮。 以後將飛船要想罷發,把希州級直接攻之下來, 所以這兩個孩子就是兩個大容人,手底下一點空空如也, 其車,志雲這個人跟別人的身份不太一樣。 他就是一名劫身保鏢,所以帶他到荊州狠合成合理, 除此之外,他我為高強,又有我略, 他的性格也和劉備狠吻合,平時不決話, 劉備罪了繼續奏律繼續跳我內。 平時也是一個很低調的人, 所以從這個方向來看的話,帶志雲很有道理。 三,將飛和關羽是兩個好象。 因為諸葛亮是個和事, 雙方在地雷上全是有點差距的, 畢竟人家兩個人和劉備是兄弟。 諸葛亮提出的意見,他魂也不一定聽得盡力, 而他魂與諸葛亮的關係,其實並不只柯好。 但志雲卻不同,對他忠生忍耿, 所以諸葛亮及到他的意見, 他都會虛心聽取並認真執行。 也正因爲如此, 劉備最終裁人全身也退, 對越劉備大志雲來是非常正確的決定。 如果劉備出了事故, 竹漢在經歷赤壁傘之後, 長不傘道會亂成績摩亮呢, 儘管志雲只是一個人, 但對劉備來越格意義重大, 正如雨的關係一樣, 關鍵時刻那就是補著性命。